克定三五第一宫灭亡南城的主力 大隋开国第一名将 因诽谤朝政被处死的幼武侯大将军赫若毕 赫若毕父姓赫若自辅薄 河南洛阳人先卑族北周至隋朝时期的名将 赫若毕是北周荆州刺史赫若敦之子 少有大志甚为萧勇 善于骑射博文强食 在当时有很大的名声 北周齐王宇文县听闻后 对他十分器重 用为济世 不久封当庭县宫 生小类史 当时北周五弟宇文雍当政 五弟对太子十分严格 太子宇文雍德行不端 害怕父皇之情 于是矫情掩饰 所以太子的过时 北周五弟一点也不知道 上驻国乌丸鬼曾对赫若毕说道 太子一定不能升担大任 赫若毕对此很是同意 劝乌丸鬼去告诉北周五弟 乌丸鬼便借机对北周五弟说道 皇太子不是帝王人选 我也曾和赫若毕讨论过这件事 北周五弟忙询问赫若毕 赫若毕知道太子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且牢记父亲的临终遗言 恐怕祸及其身 于是回答道 皇太子德行操守日有所心 我没有看见他有什么缺点 北周五弟听后默然不语 事后 乌丸鬼指责赫若毕出卖了自己 赫若毕却说道 君不密则失臣 臣不密则失身 意思就是说 君主若不有所隐藏 就会失去臣服于自己的大臣 大臣若不有所隐藏 就会失去自己的身家性命 所以 我不敢轻率发表对太子的评论 果然 后来太子继位 乌丸鬼被诛杀 赫若毕却免受其祸 公元579年 北周大象元年 赫若毕随上驻国 行军元帅伟孝官 攻克淮南 寿阳等数十城 使长江以北土地都化入北周 其中 赫若毕所出的计谋居多 于是败为寿州刺史 改奉相义献功 次年 杨坚为北周大臣相 总难朝政 众心不服 向州总管御池炯 于叶城起兵造反 杨坚害怕赫若毕也随之申变 急忙派亲信长孙平取而代之 公元581年 随开皇元年 杨坚受善登基 改国号随 视为随文帝 杨坚称帝之后 就有吞并江南 统一中国之志 杨坚查访 可胜任者 树振江淮 尚书左朴叶高炯推荐说 朝城之中文武才干 没有能比得上贺若毕的 杨坚很是赞同 于是杨坚败贺若毕为吴州总管 镇守江北的要地广宁 委派他平臣之士 精略一方 为南下灭城做准备 贺若毕欣然从命 并给兽州总管元雄赋诗一首写道 焦河飘旗木 河浦福波银 勿使齐宁上 吾我二人名 大义是希望与元雄能够共同建功立业 如当年飘旗将军霍区病 和福波将军马元那般 名传千古 然后赴广宁认所 整顿军备 公元587年 随开皇7年 杨坚多次谋意灭臣之策 高炯杨肃 光州刺史高麦 国州刺史崔仲芳 等针线平定江南的计策 赫若毕也献上了取臣实策 获得了隋文帝的称赞 正赐了宝刀 公元588年10月 杨坚在寿春设淮南邢台审 以晋王杨广为邢台上书令 主管灭臣之士 又命杨广 秦王杨郡 杨肃为邢军元帅 高炯 为晋王元帅长使 又朴叶王少为司马 集中水陆军51.8万人 由晋王杨广节度 东至大海 西至巴蜀 旌旗周己 声势浩大 随军自长江上游 至下游 分八路攻城 赫若毕为行军总管 率军出广林 集中在长江北岸 攻城前 赫若毕卖掉老马 大量购置沉船 隐匿起来 又买了破旧船只 五六十艘 破于小河 使陈军以为 随军没有战船 又多次换防士兵 急于广林 大张旗帜 银幕便宜 还使士族 岩浆涉猎 人马宣造 陈军因被迷惑 所以毫无察觉 公元589年 正月初一 长江下游的随军 趁着陈国 正在欢度援会之际 分度禁机 赫若毕军提前发起进攻 出广林难渡 陈军猝不及防 荒溃而逃 初六 赫若毕军 趁势攻占了 陈南徐州 秦齐刺史黄各 福获敌众六千余人 但军优待释放 赫若毕军 军令严明 秋毫无犯 有军事拿民间遗物者 逆斩不设 又进军蒋山的白土刚 先后击败了 陈将田瑞 鲁达 周志安 仁满卢 樊毅 孔范 肖谋鹤等人 赫若毕于是 从北叶门入城 但此时 西路军总管韩擎虎 已率五百骑兵 于朱雀门 先骑入城 并俘获了陈后主 占据了府库 赫若毕 另将陈后主带来一看 陈后主惶恐流汗 甚为惊恐 多次下拜 赫若毕对陈后主说道 小国的金主 给大国的公卿下拜 这是理所当然的 你也不要害怕 入朝定能做个闺蜜猴 但是赫若毕愤恨自己 没有先妻抓到陈叔保 功劳在韩擎虎之后 就与韩擎虎争公相骂 甚至挺剑而出 隋文帝听闻赫若毕立功 很是高兴 下诏褒奖 近王杨广 却认为赫若毕先期决战 违反军令 于是把赫若毕交给了 执行军法的官议员 隋文帝阳间 召见了赫若毕 很是赞赏 赐给玉座 敬畏上驻国 封决宋国公 真实相议三千户 给予许多赏赐 又把陈淑宝的妹妹 赐给了他做妾 领诱领军大将军 不久 转诱武侯大将军 灭成以后 赫若毕的地位更加显赫 他的兄长赫若龙 做了武都郡公 弟弟赫若东 为万戎郡公 并为刺史猎将 赫若毕家有真丸不可胜数 连碑妾都身穿 凌罗绸缎 生活奢靡 赫若毕骄纵自满 自以为公民在群臣之上 常以宰相自诩 杨广还是太子之时 曾经问过赫若毕说道 杨肃 韩秦虎 十万岁三人 据称良将 优劣如何 赫若毕回答道 杨肃是猛将 不是谋将 韩秦虎是豆将 不是领将 十万岁是奇将 不是大将 杨广又问 那谁是大将 韩秦虎说 自己就是太子 能选择的人 言下之意 只有他赫若毕一人 能称之为大将 之后 杨肃身为幼蒲业 赫若毕人为将军 心中很是不平衡 还将不满的情绪 显露了出来 因而于公元592年 开皇12年 遭致罢官 而赫若毕怨气欲胜 又过了几年 隋文帝将赫若毕下狱 隋文帝责问他说 我任命高九 杨肃为宰相 你却总是放言 说这两人是酒囊饭呆 这是什么意思 赫若毕回答道 高九 我老朋友了 杨肃 是我的舅子 我都知道他们的为人 所以才会说这些话 公亲们认为 赫若毕怨恨过重 奏请处以死刑 隋文帝犹豫数日 考虑了他的功劳 决定免他一死 但是贬为平民 几年之后 赫若毕又恢复了爵位 但隋文帝既其为人 所以不再任用他 然而每次宴请赏赐 都会给他很高的待遇 公元五百九十九年 隋文帝于仁寿宫赐宴王公 席间照赫若毕做五言诗 但他所作的诗中 词意很是愤恨 隋文帝看了之后 还是宽容了他 并没有对他致罪 有一次突厥使者来朝拜 隋文帝让他射箭 使者一发即中 隋文帝说道 除了赫若毕 这里没有人能比过他了 于是命赫若毕引弓射箭 果然也是一发即中 隋文帝见到后非常高兴 对突厥使者说 此人是上天赐给我的 公元六百零四年 杨广继位为帝 赫若毕就被更加疏远了 等到公元六百零七年 大业三年七月 赫若毕随杨广 北巡至榆 杨广命人制造了一个 可容纳数千人的大帐篷 用来接待突厥 起名可汗及其布咒 赫若毕认为这太奢靡 于高九 宇文帝等人私下议论 被人所揍 杨广认为他这是在诽谤曹镇 于是 于二月十九日 即公元六百零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将赫若毕与高九 宇文帝等人一起诛杀 享年六十四岁 公元七百八十二年 唐建宗三年 李仪使严真卿向唐德宗建议 追封古代名将六十四人 并为他们设庙响殿 当中就包括 隋又武侯 大将军 宋国公赫若毕 同是列入庙响名单的 只有韩秦虎 十万岁 杨素而已 公元一一二三年 宋氏依照唐代惯例 为古代名将设庙 七十二位名将中 亦包括赫若毕 北宋年间陈书的 十七十百将传中 赫若毕亦位列其中 从林农词中 赫若毕亦 嗯 失態 永远 自己 打